Hi, 最近終於完成了手頭上的工作 剛好疫情爆發聲, 令年宵、夜市沒有賣 最慘是不能鬥禮士, 所以我整個新年假期都會非常有空 但我相信大家的處境應該和我差不多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套作品 就是貝多芬的Begatel 讓大家一個不幸運, 中了新冠 不能探孫子的話, 都可以在家裡練習一下 作為彈琴的我們, 如果講到最長的電影, 就是一首歌 但講到最長的作品, 我相信一般人都會想起 就是貝多芬的鋼琴奏迷曲 因為貝多芬的奏迷曲, 基本上都可以講二、三十分鐘 有些長的, 計算重複可以去到四十分鐘起跳 絕對就是耐力和精神力的考驗 所以我們這些初學一般都不會去彈這麼難的作品 但如果講到最短的作品,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起這一首 這首是蕭邦的前奏曲, 第七首, 是A Major的 一般我們第一初接觸Introduction to 蕭邦的人都會彈這首 因為又短, 又好聽, 彈完之後你又可以周圍跟別人說 我正在學蕭邦 所以這首應該算是佳慈學民的一首, 短的作品 但如果講到最短的作品, 其實由來都未排到它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我講的這首歌 比它短更多 我正在講的短的作品, 不是那些 莫扎特五歲作出來的小部舞曲 而是一首真正出版的大作曲家的作品 我想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佩托芬的Bagatel Bagatel 原本的意思就是琐碎的事 是一個法文來的 而貝多芬就是第一個作曲家 將這個字應用在他的作品集裡面 叫做Bagatel 意思就是小品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有可能有其他不同的作曲家 叫做Bagatel 都是解小品的意思 但第一個應用的人就是貝多芬 情況就有點像我之前所說的Album Lead 但說到小品, 可以有多小呢? 其實貝多芬已經有一個答案 當他創作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一生人是創作了三套的 第一套就是作品編號33 就是創作在180203年左右 就是他中期的作品 而另外兩套其實真的是在他的很晚期的作品 甚至乎他最後一套作品編號126 是當他創作完第32首降臨詞名曲 再創作完之後的一首Diabatic Variation 一首擴世名作 再之後名符其實的最後一套鋼琴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貝多芬晚期的時候 是真的完全濃了 可能他真的無所事事 在這裏看著的時候 就創作了這些小品出來 所以這個作品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貝多芬的另外一些作曲上的一些性格 但是叫做小事 究竟可以有多小的事 我們以一一九為例 最長的一首 總共這套作品有11首 最長的一首是第一首 總共也不短的 有76個小節 連同重複的小節 但是他最短、最瑣碎的事 究竟有多瑣碎呢 就是第十首 第十首都應該堪稱全世界最短的歌 因為他連同第一和第二的完結段 都是只有13個小節 而且他是兩拍子快歌 我彈一次給大家聽 就彈完了 究竟當時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你不會知道 但是從中可以了解到多很多 貝多芬除了一些大作品 即是很難理解的作品之外 一些很短的作品 不同的一些性格 大家有空的時候 都可以在家裡練習這套 作品片是33、119和126 有些我想大家可能彈琴的人都會見過 因為是考試歌 最後我就彈一下 他作品片是119的最後三首 第九、第十和第十一首給大家聽 大家有時間多在家裡練習一下 這麼有趣的小品 拜拜 好,再用解一下 合理一下 好 音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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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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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